你一定还想知道更多的国际新闻资讯 接着我们用Google Trends的搜寻引擎 带您来关注一下各地网友都讨论什么话题 我们第一个还是看到美国 请子兴帮大家来分析 好 美国热搜关键字呢 其实又是另外一起枪击案 因为美国最近的枪击事件 真的是有点已经走向失控的地步了 而且呢 因为在上个周末 其实是这个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周末嘛 所以有非常多人在外面可能出游啊 或者是开一些派对 那美国这一次的这个枪击案 其实是发生在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度假小镇 红河镇 那当天啊 其实在27号当天 其实是一个这个摩托车的原相车友聚会啦 在现场 结果竟然是发生了枪击案 因为根据警方的说法 当天其实是有不同帮派的人 在这个聚会里面是发生了口角 但是因为这两派帮派呢 其实在过去就已经有发生过冲突了 所以这个当天口角一爆发起来 整个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双方人马就对着彼此开枪啊 是导致有三个人死亡 那另外五个人受伤 哇 所以这整个事情又失控了 对 而且其实因为他们当天是到现场去 就是去进行纪念一些越战的老兵 结果没想到是爆发了流血的冲突 不过警方是表示说 当天这个开枪的涉案人员都已经被逮捕了 那目前对于当地的社区是没有其他的威胁 对 但问题是这个枪支的这个扫荡 我看这个拜登想做也做不下去 对 想要管制也会被共和党的 对对 挡住 所以整个很卡关哦 所以持续都会有枪击案 每次真的都是又传枪击又发生 希望这种惨案不要再发生了 真的太可怕也太无辜了大家 好 我们来看英国 英国的热搜话题呢 是路易斯卡伯迪哦 他是苏格兰的创作歌手哦 那如果讲他一首非常有名的情商神曲 就是Someone you loved 在全世界爆红哦 当我在读这篇的时候 我也是电脑放着这首歌 就哦 原来是这一首歌 真的很红哦 大家现在这个在电脑前面 就可以赶快搜寻一下这首歌 然后他就是有得到葛莱美的 这个年度歌曲提名的肯定哦 也是拿下了这个 当周百大歌曲排行的冠军 不过他的状况哦 其实在2019年是首张专辑 就是刚刚我讲这个情商歌曲嘛 结果呢 他在这个去年 他得到了叫妥瑞士证 所以他就暂时淡出了这个乐坛 稍微休息一下 那在今年5月的时候 他终于回归了 他释出了第二张的专辑 那强势回归之后呢 他就有受到一些邀请 然后出席了一个为期三天的音乐节 担任最后一天的压轴 结果他在表演的活动上面哦 一直爆粗口 结果让这个主办单位一直制止他 然后呢大家就觉得 天啊你爆粗口实在太不OK了吧 所以有网友还戏虐说 等不及看他的直播被终止 所以成为了英国的热搜 而且因为他是在BBC上面嘛 所以这种国家广播公司 管制上是比较严格一点啦 虽然他的歌曲好听哦 但是爆粗口这件事情又太深性情了 可能很多人也不能接受 所以成为了英国的热搜话题 好接下来日本的热搜话题呢 就是这个印第安纳波利斯500英里大奖赛 他其实是这个被誉为这个全球赛车界的三大顶尖赛事之一 大家可能比较常听到的是这个印第500的这个简称啦 那为什么他会略上这个日本热搜话题呢 其实是因为他这一场的比赛里面 有一个46岁的日本知名赛车手佐藤卓默 那他呢其实在2017年还有2020年的时候呢 都获得这个印第500的冠军 不过在当天啊 他最开始是以这个预赛第八名的成绩开始起跑 虽然说他中途是一直想要追赶上去 不过最后还是以这个 以这个第七名来完赛啦 所以非常可惜 没有办法抱回他的这个第三座冠军 不过佐藤他其实在日本非常的有名 他算是有点算是一个传奇车手 因为他曾经在这个F1的赛事里面 是获得了单战的继军 差一点就成为这个日本国史上 第一个拿下F1冠军的人 虽然说他在2010年的时候 是转战这个美国印第系列的系列赛 但是虽然说整个是真的是转换跑道 但是还是表现得非常好 拿下了两座冠军 只是这一次稍微表现没有那么好了 在第七名 对 可是我觉得他还蛮帅的 对 对因为我对这个可能 这个赛车没有非常的理解 但是他还蛮帅的 所以可能应该就是 也有颜值哦 然后又很厉害 又有点天分 46岁这样子算是 穿上来 保养得非常好 对啊 就是日本的热搜话题也是扬眼扬眼 好我们来看韩国吧 韩国就是热刺啦 每次韩国出现热刺 一定跟一个人有关 孙新铭 对 每次都是跟他有关 所以不然韩国人可能不会搜寻热刺哦 好热刺的孙新铭在2022到2023年 赛季英超联赛的第38轮 课场的比赛中 首发出场 上半场他的第二分钟的时候 有助攻哦 他是他在本赛季联赛中的第六次助攻 虽然热刺是以4比1击败了李兹联 但他们先前已经是确定 没有办法踏上了欧洲足球联盟冠军的联赛 反正呢在这个赛季里头 他们是排名第八就对了 好那第八哦 这个大家就会看孙新铭的表现嘛 他在这个赛季哦 在英超踢进了10球 欧冠是两球 那英足总碑是两球 创造了20个攻击机会 但是如果跟上一赛季来比的话 他当时是得分32分来说 是明显下降的 所以大家又开始表现说 哦好不好啊这样 那他预计在30号就要返回韩国 所以成为了韩国的热搜话题 好那香港热搜话题 可能近几年有在关注香港社医院还有学院的人 都会听过这个名字啊 就是孙小兰 那他呢其实就是香港大学学生会的前会长 他在2019年的参加这个七一游行的时候 那当时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那时候是发生非常重大的冲突嘛 因为当时是有非常多的示威者闯进 那个香港的立法会 而且还占领了这个会议厅 其实很像台湾当年那个太阳花雪韵 对不过当时啊 其实最后是有13个人被指控这个涉嫌 犯下这个暴动在内的罪名 那这起案件也是在29号的时候正式开审 那当时呢这个孙小兰也是被列为被告之一 不过他最后在这开审前的几个礼拜是决定认罪了 那当然大家对这件事也非常关注啊 就是怎么会突然就认罪了呢 所以他其实也在自己的脸书上面发了一篇长文去解释他认罪的原因 他其实也非常诚实 他就说他面对他的软弱 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去承受着一个这个可预示的长刑期的结果 就是他知道如果他不认罪的话 面临的可能是一个非常长的刑期 所以他最后决定认罪来换这个 看刑期可不可以短一点 所以他其实也蛮诚实的啦 那因为他在文里面还有写到说他的付出啊很大的程度是基于对这个对香港的爱 还有对还有他所爱的人 当然也是为他深信一些价值观啊 只是他觉得他自己没有信心这样长时间的分离啊 不会去消磨这份爱还有意志 我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他关进去如果是十年二十年的话 恐怕也没有办法对这个地方或这个地区做他想做的事情 而且他真的他是真的在文章里面就是非常直接的讲他为什么会认罪这件事 因为他还提到说虽然他是身为这个在这个反修例运动里面 比较早期就被逮捕还有指控的人来说 他这几年来看到这个香港的政治啊 还有公民社会还有立法司法上面这些改变的速度是让他始料未及哦 所以最后才会导致他在接受征讯的时候呢 动摇了他的原本对的那个毅力 对所以民主价值是多么可贵 是好那我们再来看台湾 台湾就没有这么沉重哦 是那时候话题是一只虫叫皮虫 好我觉得观众朋友可能不太理解 如果知道这个皮虫的话也欢迎现在留言给我们 说你有没有被皮虫遮过 我看到之后我蛮吓到 我还上网去看了蛮多的这个知识到底这个是什么 我们看这个照片真的是不堪入目 这个大家可以先看 有点恶心 有点恶心 好我当然讲一下 是因为最近有一名妇人他去日本旅游 就回来之后肩痛了十多天 他就觉得说奇怪 他就发现说他肩膀旁边有一个黑色的坠肉 就他就去看医生 就医生一夹夹起来说 这是皮虫 他这个会引发莱姆病 哇莱姆病又什么 真的好多那种医学的这个说法对不对 好我慢慢解释给大家听 其实这个是在高雄的这个皮肤科所诊断出来的 应该是他在户外旅游的时候被皮虫咬 然后呢叮咬之后三到三十天 在身上会出现一个游走性的红斑皮疹 那如果产生高烧或是四肢无力的话 就会演变成莱姆病喔 莱姆病是由博士这个梳罗旋体所引起 反正严重的话莱姆病会导致你的心脏神经跟关节方面出现严重的并发症 所以像这个妇人啊 她可能肩痛了十多天就算是有点大刀 你其实有感觉不太对劲 然后身上出现黑黑的什么就要特别注意喔 那我有上网看 其实皮虫喔 它前面会有一个像螺旋一样的东西 它会钻进你的皮肤里面 然后如果你自己把它拔开的话 其实它里面的液体会渗到你的皮肤 反而更危险 所以大家说 如果你真的发现有皮虫在你身上 就赶快就医 因为他们有专门的那个器具可以把它拔出来 不然它可能你捏它只捏了身体 它那个螺旋还在身体里面 是蛮可怕 那它比较好发的就是在春夏 如果去登山也蛮有可能 因为中海拔的部分蛮适合它们生长 所以观众朋友真的要特别注意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状态 而且因为现在夏天来了 感觉各种虫虫都有跑出来的感觉 对所以你看本来大家可能以为是粉刺 但其实不是 所以要特别留意了 好这是台湾的热搜话题 好那新加坡热搜话题呢 就是一个女演员她叫许优美 那她呢其实在前几年的时候 是被诊断出罹患这个蛇癌 其实我们也是蛮少听过 有罹患蛇癌的 那她在最近接受这个时尚杂志采访的时候呢 就有分享自己 怎么发现自己罹患蛇癌的故事 她就提到她在前几年的时候 是发现说她的舌头上面一直有一个溃疡 都没有办法痊愈 那隔了好几个月之后呢才去看医生 结果一去看医生就发现 就被告知说 哎这样子其实就是罹患的蛇癌 所以她当时其实非常的后悔 因为她觉得自己当时都是一直在 忙工作的事情 没有及时的去看医生 所以等到她发现的时候呢 其实医生就说 可以把这个舌头上的肿瘤切除 但是为了避免这个癌细胞扩散 她切除的部分其实超过她舌头的一半 所以等于她现在舌头超过一半都已经被切除 那当然也影响她讲话的这个 发音 对还有讲话的应该其实基本上一般日常生活讲话也会受到影响啦 所以她最近就表示说 哎她觉得觉得虽然说舌头一半都不见了 但是她也觉得这是为了健康付出的微小代价 那现在她其实也放弃了 已经要放弃这个回归演戏的可能性 那就接受她现在的声音还有以后的生活方式 所以这两则台湾跟新加坡都告诉我们 有一点点病痛马上就医 好顶多让你待个两个礼拜 马上就要去看医生 才能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